水泥宫盖好阶梯 已经看到家的样貌 学生帮忙刷油漆 这是一堂人文课 我看到阿嬷的家 有点恶劣 比起我的家 我的家很好 所以我会好好珍惜当下 为了帮独居阿嬷的新家募款 全校私生省下了一顿午餐费 感受饥饿 也感受不出的喜悦 我在当天进行了 饥饿八个小时的活动 然后我们会把这笔午餐费用 全给一位没有家的阿嬷 感激这项活动感觉饥饿 还有就是感激我们有食物吃 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让同学们知道 就是莫应善小而不为 就算是一顿的午餐 我们也能够帮助别人 而在几个月前 志工第一次走进阿嬷的家 无法遮风避雨 厕所都没有 这个家真的是不像家 真正是很简陋 当天我也是踏破它的地方 那个阿嬷之前住的房子 是一个老旧不堪的木屋 连一个厕所都没有 我听到了就很奇怪 哇 现在是什么年代 还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就借这次的机会 跟他们一起来这里帮忙 有了新家 阿嬷可以安生 安心 安享晚年 大约新闻真正美之工 马来西亚终合报导